我们学校主要是承担了一个是学历教育 还有一个是在职民警的培训 所以说是我们浙江省的唯一的一所公安警察院校 那么建校已经有64年的历史 那么培训的任务每年任务都很重 一年下来要培训七千多人次 那么主要的对象就是面对本省的干警 有警天晋升 有中级警官 高级警官 还有就是新警 还有是专业警种的 就是像业务警种进行一些评训 我们跟国际行政组织的合作还是第一次 所以承担这样的研讨会 我们感觉到也非常荣幸 我们也作为学校能够为这方面 发现一个平台提供学习交流 给大家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感觉到对我们本身来说 也是一个学习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向各位专家讨教 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也就是更多的朋友 以及为今后学校在这方面的交流 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培训认识了这些朋友们 那么学校也愿意为这方面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特别是在以后的事外解雇方面 打击犯罪 跨国犯罪 还有是群体性事件 就是安全保卫等等 出入境管理 这方面我们都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培训任务 因为学校在这方面一直在这样做的 而且做得比较好